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地表追診的女強人 S老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那所有的女生呢 一定要點讚點關注 這個接下來男生也聽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要保護自己 我最近有一個 遇到一個 司機 貨運司機 然後包裹要給我 他要幫我收另外一個包裹回去 但是我事前不知道 好 這些種種呢 反正就是讓他要等了一下 我跟他說不然 你先忙 那我把你要收回去的包裹 我再送回去你們公司 直接電話來口氣不是很好 但是碰面的時候他就說 我說那不然看我等下拿去你們公司 你先忙 碰面的時候他就說 不然你等下這一箱 現在要給你的這一箱很重 是你老公要幫你搬嗎 我說 蛤 我老公 我沒有老公啊 我沒有結婚啊 然後他就覺得 欸 你是單身 他說 喔 你單身喔 那不然那個 加個like可以交個朋友 我想說 剛剛好不開心 交個朋友也好 加了之後 瘋狂的 他要離開之前他就說 欸 那不然你幾點忙完 我們晚上一直吃個飯 我說 晚上我沒空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有什麼時候 我說到時候再說 好 那他是知道我家地址跟電話 好 好 但是我覺得 好 但是我覺得 各位 交朋友請讓對方舒服 好 這種已經強迫式的 我覺得 嗯 所有的女生 就算你是單身 拜託都說 喔 我跟我男朋友住 我跟我老公住 我跟我家人住 不要說你是單身 太危險了 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是發生在親身經歷 那還好 這是不是自己住 好 那我覺得 這件事情 提醒所有的女生 未來不管遇到Uber 遇到窗戶之機 只要問到說 欸 你老公在嗎 還是什麼的 不管反應怎麼樣 記得說 欸 對 我老公在樓上 我老公在家 所有單身的女生 自己住外面的 房門口 請放男生的鞋子 或者是掉一件 男生內褲在陽台上 保護自己好嗎 以上 覺得很棒的 大家可以一起提醒自己的 或者是提醒身邊的朋友們 記得點關注 點贊 點愛心 謝謝